大家好,我是比不中 最近我发现有很多网友朋友 在讨论球员历史地位的时候 对于最佳阵容这一块 一般都只看说某某球员拿了几个一阵 然后在讨论防守的时候 一般也只看说某某球员拿了几个一防 几乎是没有人仔细去看这名球员 他拿的一阵一防是阵的还是负的 那么今天我就来跟大家讲一讲 最佳阵容,我们不能忽略了阵和负 众所周知嘛 最佳阵容像前锋 后卫每年都是有两个名额的 那么这两个名额之中 我们应该是要判定一个是阵的 一个是负的 那么所以说MEP排名靠前这个人 我们应该称之为阵一阵 靠后的那个人应该称之为负一阵 是吧 防守阵容则是要根据DPOY的选票 来判定阵负 那么接下来就进入今天的阵题 今天我就来为大家揭露一位 五个一阵,四个一防的球星 他的五一阵之中有四个是负的 四个一防之中有三个是负的 他就是大名鼎鼎的名人堂空位 贾森基德 我们一个个来看 基德的第一次一阵是在98-99赛季 这年和他一同入选一阵的后卫是 阿龙埃弗森 这年埃弗森的MEP排名是第四 基德是第五 所以说基德在这一年就收获了 人生之中第一个负一阵 然后基德的第二次一阵是在99-00赛季 这年和他一同入选一阵的后卫是 加里佩顿,这年佩顿的MEP排名是第六 然后基德是排在第十一 所以说基德这一年又是收获了一个负一阵 然后基德的第三个一阵是在00-01赛季 这年的和他一同入选的是当机MEP阿龙埃弗森 而基德这一年的MEP排名是排在第八名 所以说基德又是收获了一个负一阵 来到01-02赛季 这年基德是从太阳队转回到了蓝网队 这一年他也是收获了人生之中唯一一次的正义阵 这一年他是在MEP投票中仅次于蒂姆邓肯 是排在全联盟第二 和他一同入选一阵的是科比布兰特 科比这年的MEP排名是第五 然后基德最后一次一阵是在03-04赛季 这年和他一同入选一阵的依旧是科比布兰特 科比在这年的MEP排名中是第五名 然后基德还是排在第八名 所以说基德他的最后一个一阵又是一个负一阵 至此基德的一阵就到此为止了 后面他就再也没进过最佳阵容了 那么这五个一阵之中基德只有02年这一次是正的 我们再来看基德的一房 基德第一次入选一房是在98-99赛季 这一年和他一同入选一房的后卫是加里佩顿 佩顿在这年的DPOY选票中是排名第三 基德是零票没有排名 然后在00-01赛季是第二次入选一房 这一年和他一同入选的还是加里佩顿 不过这一年基德是在DPOY投票中排名 第十一也是超过了佩顿 在这一年基德是收获了一个正一房 然后基德的第三次一房是在01-02赛季 这一年和他一同入选一房的后卫是科比布兰特 科比在这一年的DPOY投票中是排名第三 基德还是零票没有排名 然后基德最后一次一房是05-06赛季 这一年基德的DPOY选票依旧是零票 我们说这一年全联盟总共有20个人得到了DPOY的选票 也是创下了近些年来的一个记录 但是基德连20人之中都挤不进去 而且这20个人之中其中有四名是后卫 也就是说基德这个一房是负的不能再负了 那么作为对比我们再来看 近20年来其他一些后卫的一阵的正负之情况 是吧 比如说像纳什他是有三次一阵 但是都是正的 保罗是迄今为止拿了四个一阵 有三个是正的 库里迄今为止是也是拿过三次一阵 其中两次是正的 包括一次全票MEP 威少是拿过两次一阵 是一阵一负 然后埃弗森是有三个一阵 他是两阵一负 哈登是拿过六个一阵 其中有四个是正的 两个是负的 科比是十一个一阵 五阵六负 也就是说 如果说我们在不区分正负的情况下 那么基德的五个一阵 在这里是仅次于科比的十一个和哈登的六个 但是如果说我们要区分一阵的正负之后 科比是五个正一阵 依旧是名列第一 在这些人之中 然后哈登是四个 紧随其后 但是基德直接锐解为只有一个 是跟威斯布鲁克并列垫底 以上就是我个人对于一阵的正和负的一些看法 当然了 我们说负一阵 毕竟也是一阵嘛 比那些零一阵的人肯定是要强 是吧 以上的就是我个人的一些看法 希望大家多多的关注 多多的支持 谢谢